杨阳年轻不老,32岁依然年轻漂亮如高中生,永保青春,这正是中国电视剧界的杨阳通过自己的事业证明的。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且备受喜爱的男演员,杨阳凭借她的才华和年轻的魅力吸引了特别关注。 年仅32岁的杨阳依然保持着年轻活力和与高中生一样的容颜。 她于2023年年底回归银幕,参演了名为《我的沉嫣人间》的新剧。 该剧结合了浪漫和消防员行动的元素,不仅因其引人入胜的剧情而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还因杨阳与王楚然又被称为小刘亦飞这对主演的出色表现而备受瞩目。 其中,杨阳在饰演一个高中生的角色时令观众们兴奋不已。 在《我的沉嫣人间》中饰演男主角《铜电》的杨阳令观众们感到意外和兴奋, 她自信地诠释了年轻的角色,尤其是在她与女主角华淼, 她的前同学和女友相识的阶段。 穿着高中生制服的杨阳以清新迷人的容貌赢得了观众的好感, 勾起了他们对自己青春时光的美好回忆。 值得注意的是,杨阳成功地演绎了一个比自己年轻一半的男学生角色。 在电影界,许多男演员曾在电影中重新塑造青春的形象, 但对于杨阳来说,这变得十分轻松。 她无需做太多改变,只需进入角色,就能获得成功。 杨阳饰演的《铜电》高中生形象还让观众们回忆起 她在2016年的电影《左耳中》的首个角色。 杨阳从2016年至今保持了自己的美丽容颜, 只是根据角色需要改变了发型。 尽管只在一段轻柔的回忆中出现, 但《我的沉嫣人间》因主演《门英俊》的外貌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阳和王楚然都能很好的表现,成熟和年轻的一面, 勾起了观众们对自己美好岁月的回忆。 目前《我的沉嫣人间》正在吸引观众的关注, 并使杨阳机身oflinkage最受欢迎的长篇电视剧前三名。 关于杨阳和王楚然在戏外的真实爱情, 尽管有传闻,但两人尚未发表评论或回应这些传闻。